她从球桶做起,五年魔力,现在的她是中国女排最闪耀的未来之星。 李莹莹红遍大江南北,连土耳其豪门也想挖李莹莹,想在遥远的西方上演中国女排的双红花,现在李莹莹大红大紫,你想不到的是,五年前的她也是从球桶做起。 有句俗话叫做,英雄莫问出处,作为新千年出生的球员代表,小李是寒冷的奇奇哈尔培养出来百年不遇的天才,可能是出生天寒之地。 从幼年,少年时候的李莹莹从小就表现超强的排球天赋,还有出众的体格,她跟朱婷一样在少年的时候就被教练看重,并不断地培养,十岁的时候,人家还在打LOLQQ游戏的时候,李莹莹就走上了职业道路。 李莹莹第一次出现在电视画面上,第十2013年的时候,给现在张长宁、魏秋月、袁新月做背景地。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,可以找当年的视频画面看看。 那个时候的李莹莹是只是一个长相青涩,超级想上场打球的球员,可能就是因为这段经历,激励李莹莹前例,岁月是一把杀猪刀,同时也是一块很好的魔刀石,每个巨星都会经历过劣质故事。 慧莹莹其二次心脏病肩膀打刚定最后奥运决赛探杀夺冠,朱婷从农家少女一步一步走上巨星,当时为了省钱吃饭,几毛钱当几块钱花。 正是有这么一样的岁月,李莹莹跟这些巨星一样快速成长。 14岁的时候,李莹莹就在代表天津青年女排,横扫整个中国青年女排俱乐部,三连冠,连来自地狱的二传传球冯坤都夸李莹莹后生可畏。 17岁的时候,李莹莹就横空出世,从欧洲天下的替补尼亚士把主力,在全运会的青年组中一举拿下了冠军。 18岁的时候,他成为球队的主力,不仅打破朱婷在国内联赛记录,而且还创造了历史,他不仅是这个赛季得分王、发球王、非防守人员的防守王。 如果不出什么意外,李莹莹肯定会入选郎平总教练国家队大名单,等着李莹莹的是2018年世锦赛,2019的世界杯,2020年奥运会,他能否在朱婷的肩上起飞? 正如李莹莹在社交媒体上说的,越努力,越幸运,有天赋以偿的大茶腿是父母给的,但是有如此娇人的成绩,则是要靠自己争取的。